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福布斯道西三国沙 我是福布斯道西 今天我们是杂谈国战的第86期 86期我们很难得很久杂谈国战没有做战术相关的主题了 今天来做一个 这些杂谈国战基本上都是以武将为主题的 或者以某种情形比如熬战为主题的 因为其实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国战中我们杂谈国战做了86期 和战术有关的能做的基本上都做了 我们过去做了太多杂谈国战的主题 包括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名将如何把控局势 如何调整心态 包括什么时候晾将留什么牌 这些东西真的是能做的都做了 我觉得做的已经非常细时了 但是这期正好这个东西过去我攒了一则视频 今天直播又打了一则视频 感觉还有一点点供应 所以正好可以拿过来凑一期 那么今天也是经典的一劳再一心的组合 是一个老国战视频和一个新国战视频 那么废话早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先开始走老国战2017年的投稿 我们选将的话曹丕月期3倍4不太好 孙权特尔斯或者周一大乔 我觉得可能周一大乔更胜一筹 这个老国战所以周一也没那么强 但是对吧 但是既然是老国战 不是我想感谢的 好像ID已经改过去了 好的那么我们6号位的话 这个手牌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呢我又舍不得这个仁王盾 所以我想了一下对吧 掉血的话只要只有一个男朋友亲 我回一点血就行了 只要一个桃子回去了问题不大 是吧 然后仁王盾一装 我觉得还行吧 所以我们就拿这个牌 树手剑阳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在乎 主要是因为这个仁王盾当时的人拿 如果是现在的我的话 我应该不会去保这个牌 我应该还会再刷一刷 好的 那么我们上一家的话什么人呢 这个陆迅啊 那我们两个事就失效了 不过无所谓 他说我们队友 本来你也不会去顺他的对不对 决斗一个远方的人啊 好 他说他是吕布 等会儿杀我 那说这种话的话 他是曲雄吗 也不一定 可能他带群雄的节奏 对吧 但你也不能说就不是群雄 为什么 因为他98级 你可能说 哎呀 这个100多级胜率又很低的那种人 他是想假装用说话 带群雄节奏 这种低劣的手段 但我觉得98级 他可能说不定 他就是吕布呢 他这个孩子 对不对 因为他的名字叫西童 他爷 什么人喜欢说自己是别人爷爷 小孩子还喜欢说自己是别人爷爷 对不对 你从成年一听到晚说 爷怎么怎么样 爷怎么怎么样 当然也有啊 好吧 这边气了个万一齐发 那这样的话 想摸啥一张没有摸到 连一张闪海白流了 挺尴尬 是吧 问题不得 这边直接去搞了一个司马巡运 那么注意这个 没有 这是老国阵 所以这卫国卖血流 还是有用的 这个局面会往是什么发展呢 这局面长24分钟 我们就放稍微快一点 好 这个陆迅开始就搞司马懿了 司马说别插手 他要跟他单挑 结果这陆迅 这个不解风情 去搞这个事情 那怎么说呢 司马还惦记了一号 那你就去打一号吧 一号继续打司马懿 那一号就确定 确实不是卫国了 司马懿地血败了四张败 还挺厉害的嘛 堪比这个大卫双花 这个徐玉国家网 连起来继续弄他 火攻一下 哎掉血了 陆迅就绝对狼狈 但是陆迅如果想拼命找陶子 还是找不到的 尤其是别人没有打扰他的情况下 他过牌 对吧 还是能过的 好 这边继续弄一下 一条二 难不如是被弄掉了 那很好 是吧 那我们就把这顺全弃掉 不知不觉 我们装备就扬起来了 这个是特别开心的一点 我们这种无国家罪皮 最怕的就是被乱箭打死 但是一旦把装备神装起来以后 我们阵斗力是非常强的 因为我们的排差很厉害 是吧 那现在这个局面已经 一步一步地慢慢地朝着我们的方向走了 而且另一方面 他这个时候有位 还详细打这个位 所以这个局面我们还可以看到 说明大家对这个无国的仇恨是很低的 那司马懿还能活多久呢 司马懿直接被砍死了 说明你也不是为国 那接下来这个局面 重新进入了这个黑暗时代 对吧 火灭了 对吧 这个出火已经熄灭了 世界重新回到了深海时代 只有陆逊一个名将 是大海中的唯一灯塔 那接下来呢 咱先不及 看看这个局面怎么走 有意思的是 他打得到去 陆逊 他没有打 他装了个捷衣 他也不动 你也打得到陆逊 你也没有打 你也打得到陆逊 你也没有打 这是第一点 如果这些暗将都是我在玩 那我肯定不会打陆逊 对吧 我不会惹他 但是你当前国战的环境 这么多人看到一个脆皮 要不是自己对的 要不去打他 你不可能人人都是福布吧 也不可能人人都是火树吧 总会有一两个人他想打的 那为什么没打呢 这个是你就要 你就充分有理要怀疑了 这几个人里面是不是有无国 我不能说你们全是无国 但是我觉得你们四个人里面 完全有可能 起码有一个是无国 对不对 尤其你再看看胜率 他胜率31 他胜率 他胜率还不错 他胜率34 都不算高 这些胜率不算高的人 他都忍不住 他都忍住了 没有打过国 那我觉得你们很有可能有无国 他这里看过我了 那么这个时候 只要这些人有一个无国 我们自己出来就完全能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果断的直接把武将亮出来 抢一个先手 因为这三个人里面大概率会出一个无国 你说每个人是无国的概率都不超过50% 但是三个人里面全不是无国 这个是小概率 三个人必然出一个无国 这个是大概率 那既然如此 抢先手 把将直接亮出来 所以我们就直接选择亮将 那把他打死以后 那就更轻松了 把他打死以后 你只要出一个无国 算哪儿 那就随便打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对于大国的判断 一个人不打无国 他是无国可能性大吗 不好说 但是如果七个人都不打无国 那我说这七个人都必然有一个无国 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这一点其实是很多人判断身份的时候 非常容易忽视的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分析每一个人的身份 大家都能够分析的很得心一手 但是我让你分析 整个局面中有多少无国 很多人他不会往这个方面想 但是你要往这个方面想 因为我不需要知道你哪个人是无国 我只需要知道你这里面只要出一个无国 我就赢了 那么其实结果是什么 出了两个无国 对不对 所以更加印证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最终这个四打一就很简单了 所以四打一是很简单的 关键是这个实际的一个判断 对不对 那事实上这两个无国 其实有一个不是 我们散哪儿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甚至如果是现在的我的话 会亮的更早 我不会说等到黄州看到我才亮 我会更早的亮 因为已经有两三轮 陆续一个人在场上 没人打他了 而且大家都有距离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大胆的断念 这四个人里面 出一个无国的概率是很大的 那既然有一个无国 那大无国还有陆续 你还要追于大小的这种武将 又有核聚在 对不对 所以这把是一个对于大国的判断 什么时候该要讲 不要无脑的去藏 我们都是有目的 静如触体 动如脱兔 就是这个道理 局面惠安不明的时候 我们不出来 但是我一旦闻到了一丝 血腥的味道 闻到了一丝圣灵的气息 你不要与国家出来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你晚出来一步 对不起 黄尔英和张飞一个爆发把你无国打死了 没了 所以这就是对于大国的一个判断 一个虽然很老 但是我觉得比较经典 并且这个思路比较值得拿出来说的一个录像 好的 那么第二句录像 有一定共性 这把我们不是一个大国了 但是仍然是一个对于按将身份的判断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一句 并且也是我们直播过程中产生的一句 所以我们趁热打铁 一起来看一下 灯塔战术再见 灯塔战术是我们很早以前讲过的一个东西了 好 选这样的话 灯爱国家你可以选 徐晃曹人 其实灯条也很厉害 灯条特别特别厉害 不是很厉害 是极其厉害 然后这个大卫双花 这个国家巡运 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把你可以选的是很多的 那我们选了这个直播嘛 大家都喜欢看这个超级boss 所以我们选了一个这个灯爱国家 那么8号位 这个手牌非常非常好了 能防三个AOE 不要想太多 就这样拿吧 对不对 你不要说我是灯爱国家 所以我是不是要刷四个桃子 不是的 灯爱国家再厉害 能一打七吗 你不能一打七 你把武将亮出来 所有人都会防止你 没有必要 好 那么开局的话 这把28分钟更长 所以我们就防快一点 直接拆对价 这是一个没有理由的乱拆 好吧 他说的就快上车 我以为是个卫国 就过是个蜀国 蜀国这个破车 有什么好上的 这也切磋也完 他这个支一支笔 看了一眼二号位 好的 看了一眼二号位 然后没有连他 那二号位是蜀国吗 有可能 但是也不一定 他这个先锋看了谁 对不起 我忘了 我眼神不太好 但是这都不重要 我觉得 把自己解了没有问题 但是你把他连起来了 那说明你不是好人 确实不是蜀国 好 这把亮了一个孙剑 但是我们这把是卫国 那看起来好像没有队友 对吧 这一个穿腾甲 这一个三不卖 这一个被看了不打 所以我感觉三个人都不是卫国 因为你看了卫国 一般人都会打的 那剩下一个四学五项 是可能是卫国吗 那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呢 不指望 对不对 因为想到卫国 第一想法就是 三学后也能开团 那么这把开团 这个念头 你给我趁早断掉 不要想到开团了 好 那么一旦没有开团 就是说你要做好独猫的准备 那么大国家独猫私物是什么 是这里去找桃子吗 是这里去尽快亮架 要去尽快亮架吗 不是的 是不惜一切代价 保命 尽后期 当然国家一旦进入了灯挑 或者一打二 都是有极强实力的 甚至对于某些弱奖 可以一打三 但是 在八人局中贸然亮出来 很有可能成为全场围攻的目标 因为你这个人实在是太显眼了 你那个回国外连营 就是让人想不注意到你都难 对不对 所以你在回国外 你不用想着去找什么输出牌 什么都不要想 因为国家一旦卖起雪来 你是不会缺输出牌的 因为根本就不会缺有人打你 你要双亮的话 所以这个时候就给自己找沙沙 能多活一轮 试一轮 哪怕你是一个三雪 只有一张牌的情况 进入了一个后期 也不要紧 因为你一张牌等于五千张牌 因为我们的身后是整个牌队 整个牌队 好 那么董卓这里偷我们一下 建议偷一张三年的闪 对不对 还不错 偷了三年的闪 董卓令都会杀我们 不会 因为我们的前面 在只杀得到董卓 并且有大国的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雷沙直接气掉了 好 当时不是大国 但是我把雷沙气掉了 这个对董卓是一个很好的表态 再说了 你完全可以杀这个马上死的姜维吗 对不对 那么结果就被杀出来一个孙次 更好了 因为有两个大国 我们细许休息 这个时候 因为既有大五 又有大群 所以大五和大群 都不是我们的威胁 担心谁 这个人担心吗 还好 他很残 真正的敌人 已经慢慢浮现了 没错 就是他 39胜率 四血 神装 还有这个内局吗 识破真正的敌人 这就是景庆 真正的敌人 胜率高 打法低调 你看托管在那装死 他这里很不道德 抱了一句扫群 说明他是群雄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他是群 他就会晾 他如果是群 我们就不要想着赢了 因为很难了 所以你不用考虑他是群的情况 对不对 那么他不是群的阵光下的 当然确实不是群了 因为他是群的话 下轮直接晾 我们自己是不要的 那就可能是属 可能是吴 可能是魏国 但是呢 这里张桥死了 如果是吴国 队友这么一个强将 直接出来三打三 所以他这里不亮 说明他也不是吴 是群出来三打三 不一定能赢 但是大概率能赢 有你能抢先手 所以是群的可能性 也不大 那么就是说 是魏或是属 如果是魏国 这把非常好 因为我们两个高胜率 魏国 但是 你不能往这个方面想 你一定要往最坏的 打算去想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想 他如果是属国 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 邓爱就可以亮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人赢足够少了 并且这两家职业的仇恨足够高 短时间内不过来管我 那既然如此 就把邓爱亮出来 给自己多吞一点甜 你带点越多的甜 最后期 你的资本就越大 老生常态的一句话 对吧 我们说邓爱的甜 相当于你的重力势能 你这个势能 蓄的越高 到时候爆发的时候 就越猛 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看他会干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 请注意 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觉得尊策 这个特别的关键 为什么 你想想 如果你是属国 偏上还有一个魏国无相 你会去打吴国吗 你绝对不会 因为这个时候 本身魏国却是傅超讽 再打吴国 这是一个腾甲球球 那吴国一定会打你的 再加上他这个高胜率玩家 一定想自己先保住自己的 这个时候 不但不给自己降超讽 反而给自己拉超讽 让我想到了一个事实 这就是 他很有可能是我们的队友 对不对 他觉得你单瞪爱 有点脆 那我替你拉超讽 而同时呢 我尽快把张太太的boss给打死 一旦进入二打二 我直接亮将 魏国四血武将 基本上没一个弱 而且都是排查特别优秀的 虚晃 张和 张良 电维 哪怕是 岳济 夏侯 曹操 都是很不错的武将 对吧 甚至曹仁这个时候亮出来也不错 所以我们这种国家直接给亮出来 你又要替我拉超讽 那我这种 副嘲讽 我一不容辞 我也要给你拉超讽 然而呢 一切都结束了 因为我这里可以确定他的身份了 实锤魏国 那既然这里就不要客气了 跟着他的思路打 这时候放玩戒 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你也不能说他就是魏国 他是主国 我一定要放这个玩戒 对吧 他是主国 我打收菜 也没有问题 对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继续打收菜 但是呢 董卓如果会玩 这里要小心一下 他会不会是魏国 他已经有 他已经要两个人五十 他开始收魏国了 如果是魏国 你们玩意儿把孙孙打死 就把他输了 而群雄 而这个魏国本身 此时并不能碾压 碾压 因此群雄此时的正确思路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直接过 谁都不要招惹 但是如果你懂得 这个武将本身不是个强将 那么对不起 你已经失去 对这个局势的化势权了 你没有资格掌握这个局势 你就没有资格讲话 因为你是弱将 我是强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思路非常非常清新 把周泰打死就完事了 或者你有能力 把这个丁凤打死 那也行 但是我觉得 我现在打死丁凤有点难 对吧 他个人王队 我田要不够多 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丁凤这里也很聪明 他觉得这个局面不对劲了 直接是压暗将 那我建议你暗将这里 就直接可以亮将了 这时候亮将二到三 只要董卓主将不是话拓 完全可以打的就不对 你点位是有爆发的 打孙策最好 或者你有能力的话 去打孙策也可以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 这个张辽 高胜旅他就是高胜旅 你看他这里虚豹的牌多好 先是仪的牢帮我来了一个田 一个桃子 两个桃子回满血了 一个云尿进攻 又来了一个仪的牢 直接变成三个田了 那此时丁凤的仁王盾 在我眼中 他就啥也不是了 对不对 那既然如此 他要决斗 那还有一个杀 还有一个强袭 那我们就干脆 直接把丁凤带走得了 更没想到还有南方如新 那这里直接就卖血了 你要保证这张杀 同时你要给点位牌 对不对 那么果然点位这里 搞得他原来 他手里还有一个五六剑 那这里其实达姆斯丁凤不要紧了 文艺的变数在于 董卓主将可能是一个话坨 所以我们就直接尽力的去顺 能顺段顺段上 当然了 有一个田 保证距离 直接九杀丁凤 避免任何的意外 那么看来不是话坨 你虽然进入二的二 我们就优势很大了 不是说百分百能赢 因为这里还有个车雷算字 如果车雷算字的 不需特别的给力 那还不好说 还不好说 但是这个局面有张辽在 我们本身赢面就已经很大了 张辽单挑不是很强 但是二的二 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 王者级别的武将了 张辽我们虽然在国内很不喜欢他 但是从来没有辅着张辽在团战中的一个强度 张辽只要不见单挑 其他所有局面 他都是有很强的发挥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孙策能留三张牌 但是无所谓 因为张辽在 你的牌越多 我们越开心 而且这里给黑道扣过了牌 所以大概率是有高质量牌的 张辽不用担心自己 没活涂两张闪 他谁很有可能偷到武器 既拿这么好牌的 你看果然有一个武器 那么张辽这里杀不杀 他都无所谓 孙策有闪不要紧 我们还有一张火杀 那么武器一丢 我们争取还能不能死 董卓这里可能要横针 但是其实无所谓 横针其实干不了什么时间 那何代后其实这个时候 不赌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赌我的话他就死了 这一个就我干 好 那么他要压到一滴去 那这个拆我建议你就不要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董卓带有横针 我拿手牌 如果只留一张闪 你把这个闪拿走 再把那个战刀简易把拉走 一个九杀我可能没了 所以吃了多多一张牌 他就不敢动我们了 结果他这里没有想到的是 他也没有拿我们的 拿那个董卓的拿这个战刀简易 所以他甚至还打不到我 那就不急了 那这个时候 那我们就继续打他 这个GGB我觉得就完全不理解 对吧 完全不理解 你想把牌打空 不被战刀偷 那你为什么要奋机呢 挺怪的 这到这里一下子 你给他掏了过来 好的 那战刀继续打他 那我们看他这里死不死了 不死后我们加大没有问题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 何代后已经可以考虑读了 因为事实上就是我们一直命 我们要逃死 何代后如果这里不去读 后面就更没有机会了 而我们杀孙策 只要他这个创不出来 那么九杀和杀是没有区别的 都是一个创 所以何代后这里 其实应该读我们的 这是一个很严重 很严重的错误 往何代后这个时候再怂 你怂下来 你拼牌差 你是更拼不过张辽 点文的爱国家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这个快节奏 帮我们学现下去 但是你既然选择了 这个错误的选择 就没有机会了 以为六个不去的状态 其实就已经戴希江死了 这个时候可能到 我没有陶瓷 我随时可能被何代后堵死 所以那不如 我们直接把这两张牌给张辽 不要给自己了 让他用对不对 那看来张辽这里这么多输出 杀一下决斗一下 要有个强袭 应该是能打死他了 果然打死了 他们决斗一下 这里再强袭一下 其实这里如果打不死的话 我们可能会输 可能会输 他把我直接堵死 摸两张牌 摸三张牌 自己得回合再摸两张 一次性摸了七张牌 打一个张辽点围 对吧 一定是张辽点围 张辽点围是很有可能 打不过他 因为大家要读一下 所以其实这一局 你想想 如果这个何代后之前 多读了一次 说不定这里 我们就已经死了 所以何代后打的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一局主要是 我们对于张辽身份的把握 然后再一个就是 我们已经知道张辽是 魏国的情况下 怎么跟他打配合 对吧 你既然作为一个大卫的灯塔 你就要起来张辽的所有 对吧 你想帮我拿炒风 我就要帮你拿炒风 如果他们把火力都打到我身上 那这样我们就更好赢了 虽然对面最后很会玩 打张辽 但是魏国四续武将的能力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两则视频 还是挺有意思的 难得的 就是讲了点战术的视频 也是很久没有讲 这方面的东西了 而且这两码都是 我们主动去晾将的 更加说明了 有的时候该动也要动 不能无脑去囤天 无脑不是 无脑去憋 对吗 好了 那就是这就是我们 达兰国战的第86期 甚至很快 我们从2017年开始 做达兰国战 做了三年了 不知不觉马上100期了 今年能不能170 不知道 如果能保证 每周都更新的话 那确实有可能 但是我们这种蓝狗主播 对吧 也受不准 反正我们尽力去做 做到了 大家记得给我们鼓掌 做不到今年170 你也不要怪我 好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